那我们当然尽量省啊 想说自己房子自己卖嘛 这个苦楚怎么搞的 自己房子自己卖再单纯不过 居然遇到这样的房众 还要花钱消灾啊 自己卖省仲介费 对啊 2000万的房子 仲介要给你抽80万的成交钱 你看看 那我干脆降80万 搞不好我卖掉比较快啊 所以很多现在所谓的数字网站 很有名的一个网站 教育平台 很多屋主就写 屋主自受仲介勿扰 也就是说 这个房子是我直接对买家 你们不要进来 不要再缴货一池春水了 当然这个仲介勿扰 写好看的 你常去那边登你也知道 那有一位张小姐 说真的他第三次卖物了 老经验 有经验了哦 都是自己卖哦 前两次蛮顺利的 仲介有骚扰但不严重 第三次他觉得 我还是一样自己卖嘛 结果呢这次不得了了 因为现在整个市场行情冷清清 仲介为了业绩已经抓狂了 所以他遇到过史上最离谱的仲介纠缠事件 是什么样的情况 结果最后让他赔了夫人又折兵 来说说看 他的房子新北市 六十几坪的权状蛮大的哦 他准备要开价两千九百万 好就找了这个数字网站 把他的条件什么 自售物也是很麻烦的耶 你要自己画那个格局图啊 权状的坪数多少多少啊 信物啊怎么介绍啊 还好他都懂 他卖过了两套房子的这个他也懂 通通都刊登上去要付点费用 你的物件才会在前面 好第一分钟他也知道 铃铃铃铃铃接起来 有人要买了吗 当然是仲介打来的嘛 他自己也清楚 可是他说哇这次夸张了 一整天铃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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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机响到没电 为什么一天三十几通 都是仲介立刻打来询问说 你给我卖吧 你给我卖吧 来争取他的委托 对但也不意外 因为早就知道会是这个样子 是啊 那张小姐也很聪明 他也选了两间仲介 他就说那我跟你签一般约嘛 我不跟你帮死 你卖你的 我卖我的 你就不要再骚扰我了 但是这个张小姐又有点龟龟毛毛 他说我这个房子 装潢得很漂亮 又有附家具 所以如果你们要带人去带看的话 要通知我 我去帮你们开门 所以一般如果你要委托仲介 钥匙交给他 让他带门带看就好了 对 可是现在是 你只要有客人 我都要在场 他就自找麻烦了 为什么 因为他去新家到旧家 他搭捷运转计程车要两个小时 你知道六日都是带看高风起压 这很累人 张小姐所有的六日通通泡汤 都在跟着仲介屁股后面看屋 他就觉得很麻烦 但是这个问题来了 因为他给了两家仲介签一般约 还有别家无数的仲介看到说 你这个张小姐不够意思 你怎么不跟我签约 你怎么不跟我签约 张小姐这时候就接到一个电话了 我是陈毅买家 我真的是要自己买的 我不是仲介 终于有买家上门了 你可不可以带我去看 张小姐也起了疑心说 可是你真的要确定 因为我现在要过去那边 要两小时 你不要耍我 这时候突然听到电话筒 传来一个尖酸刻薄的笑声 你笑什么啊 然后张小姐说 为什么要笑呢 对方说 你好辛苦哦 看个房子带看你 还要花两小时 你怎么那么想不开 你为什么不给我们仲介卖就好了呢 露出狐狸尾巴 原来是仲介 又一个仲介 张小姐说 好 没关系 这些骚扰 我都通通可以抵抗 可是有一天 他在更新这个网站的时候 诶 好奇怪哦 怎么了 跟我同一个社区 有另外一个物件丢出来在卖 诶 有人也要卖啊 卖多少呢 比他一瓶便宜整整七万 总价便宜五百万 哎呦 那把人都便宜五百万 我还挂比他贵五百万 张小姐 我卖不掉了吧我 吓到说 怎么我们这个社区 有人建价抛售 行情打坏掉啦 赶快点进去看 诶不对啊 这格局怎么跟我们家一模一样 这个照片 跟我的家照片一模一样 这根本就是我们家的 是我拍的啊 格局图我画的啊 那怎么回事啊 结果他的网站里面的图 竟然被别的仲介拿去 盗图盗用刊登上去 假装说 诶 这家仲介有这个物件在帮他卖 可以这样吗 不行 对啊 自己 我自己的房子我自己卖 你怎么可以偷我的图上去卖 打电话到总部 搞什么飞机 你盗用了文字盗用了图 我根本没有说要给你卖 追究啊 你凭什么这样 对 那你报警啊 要求下架 你告啊 没关系啊 你知道吗 就放到那边 放了两三个月都没有下架 这时候张小姐慌了 她觉得说 你这样乱我 我办不掉啊 对 下下策 我也跟你签约好了 你不要再烦我了 求你 以战逼合 你不跟我签约 我败事有余啊 是不是就 中介胜利的第一步 对 签约之后不得了 张小姐 快快快快快 快来我们店里 有买家了 哎哟 有消息啦 对 然后赶快去店里嘛 对 坐下来 从9点到12点 对方开的价 比他的底价 真正少了300万 哇 你说你要卖吗 无效买家 累死我了 对 当然不卖啊 好几个晚上都耗在中介那里 最后张小姐受够了 累死了 我要跟你解约 我受够了 你这样一直耍我 干什么 你这个底价离我太远了嘛 诚意拿出来嘛 你知道吗 对方中介竟然拿出一串佛珠 开始念起佛经 什么 我叫你拿诚意出来 你念佛经 你要当场开示我啊 张小姐 你内心的执念真的太深了 请你放下你的价格 不然你的房子 是永远一辈子都卖不掉的 放下阿弥陀佛 我阿弥陀佛 我跟你讲 我们解约算了 我卖我的房子 你去中介你自己别间 而且就夺门而出 对方还说 哦 祝你身体要健康哦 哎哟小姐 你在诅咒我啊 对后来你知道张小姐 经过这一串的波折之后 多么幸运 她自己真的把房子卖掉了 哎哟折腾一圈 卖掉就好了 完美结局对不对 是 不得了了 电话又来了 张小姐不好意思哦 你要我是某某房仲 你要付我服务费 你怎么搞错啊 我卖我的房子 你来要什么服务费啊 张小姐说 我是自己卖掉的 是啊 对我跟这个客人跟你没关系 不是吧张小姐 我觉得这个客人 要不是看了我帮你刊登的广告跟你买 要不然就是明明我们待看过你 私底下找个人头就跟他成交 你不要想胡我哦 我告诉你 纯正信函随后就到 哎哟 连纯正信函都丢出口了 过几天真的就寄来了 然后张小姐 她也心里毛毛想说 会不会这个买家有骗我 她也不知道 对 最后 竟然付仲介十万块钱了事 但是经过你看看这一连串的波折之后 张小姐决定 以后要卖房子 好啦 该赚的就给人家赚 要不然我有几条命这样给他折腾 他这样也能谈脱啊 明明是自己的房子自己卖 什么 说看的两件事我们干不懂 第一个就说 copy我的图跑去卖 可以这样吗 再来 哎 房子我自己卖掉的 你居然来跟我勘脱 也跟我要仲介费 可以这样吗 当然不行啊 你两个都是不行啊 你知道 有些人就是会欺负你软弱 所以呢 你如果说不介意的话 我当然用了 你只是来抗议嘛 你连个存证性还都没有丢 但我就认定你这个屋主是笨蛋 所以我就一路欺负你到底 那纵使之后发生任何法律事件 我都是欺负人家 我认定你不会去找律师来告我 所以万一遇到这种情况呢 我真的想要省了一点钱 你一定要去找律师去告那个房众 第二件事情啊 如果说虽然有些房众会跟你讲说 这个客户曾经我带看过 也许还有记录拿出来给你看 然后事后在合约结束之后 给你要这所谓的服务费 但是呢 有些有判例已经判出来 也就是说 你一毛钱都不用给他 只要在委托期 结束之后 你一毛钱都不用给 这些其实有判例在先 是的 所以纵使给了存证性还 你都不要理他 他纵使告你 他也不会赢 只要在委托期间以外的时间 但如果你没有跟他委托 你完全都不用理他 但我说实话 你真的要卖房子的话 因为房地产的东西这么的多 连帅锅头都会骗人 对不对 所以你最好的方式 还是签给直营店 比较好 不要去找加盟店 因为加盟店 人都跑光光了 好 赛大哥 我现在这里的房子 我都交给中介卖 不自己卖 我也比一般资助都还会卖 我还是交给中介卖 为什么你知道吗 中介最狠的都不在这里面 还有刚才你来说话吗 中介你要来上班 必须要妈妈团 你这个男生来上班 必须要妈妈或姐姐老婆要帮你 这种情况就来了 大家都会中介彼此帮忙 我锁定习近向这个自助在卖的 我锁定他 然后我们通通都 你真的不要记在电话中 讲你两个小时 我告诉你 一天就拿两次 都跟你 自助都跟你约好了 放鸟 然后放三次你疯了 你就会给中介卖 对 所以还是让专家来啦 你要跟他讲 我家都住楼上不要讲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我越故意 所以你今天不是只有委托一个帅过头帮我卖房子 你是委托他们家人婆婆妈妈都来帮你卖 对 所以但是话又讲回来 如果遇到了不好的仲介 他就刚才完清这一柱 甩都甩不掉麻烦死了 不过呢仲介也有话说 因为现在就是业绩不好嘛 所以当然要开发物件啊 然后呢有一个菜鸟业务小梁 他就回忆一件事 他跟我们偷偷讲说 他说你知道吗 百分之九十的自售啊 最后都是落到仲介的手上 你看看 他就这样说啊 因为仲介的缠工你难以想象 那小梁就讲了 他那时候是菜鸟 进到房仲公司 一个业绩都没有 怎么办 也不晓得怎么开发客户 怎么办 然后呢 学长就教他 你每天就像一条流浪狗一样 在街上晃 然后你看到那个公布栏 有贴什么屋主自售 你就打电话去就对了 因为就代表有房子要卖嘛 那个物件也还没有人拿到嘛 你就试试看 他就真的乖乖的 像流浪狗一样 沿街去看公布栏 可是每个屋主自售旁边都会写 仲介物 那不管啊 打电话去 后来呢 打打打打打打 打到终于问到说地址在哪里 登门拜访 叮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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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了扑空五六次 终于对方开门了 一个老先生 老先生开门 连他的脸都没看到 就直接破口大骂 持仲介滚回去啦 我不要找你啊 你不要烦死我了 人家上面有贴着仲介物小娃 对 可是门都还没有拉开 脸都还没看清楚 他就知道是仲介耶 这也太神奇了吧 这个实在是还蛮厉害的 小张就说 等一下老先生 你怎么会知道我是仲介 我们聊聊嘛 老先生说你等一下 他就走回物理 拿出一叠厚厚的名片 哇 撒在小梁的前面 至少一百张仲介的名片 所以前面学长学弟 全部都来过了就对了 大小仲介 全部齐列在他的地上 小梁看得心就凉了 他是第101个来敲门的 对 他就想 前面有那么多前辈的尸体 就会躺在地上 那我干嘛呢 对不对 何必自讨没去 我也来那么多趟 我也打那么多电话 他就回去跟学长说 这个我看是没办法 我就换就是一般人 不费 别说太薄了 他因为很有勇气 至少来了五六遍 也被打败了 对 回去之后 过两个月 他就惊讶地发现 怎么了 老先生的物件 出现在他们自己公司的 档案家里面 他不是不给脱售吗 给他们家成交 而且脱售 而且是指导他的学长 拿到这个案子 那学长怎么办到的 学长叫他向流浪狗出去寻嘛 他就立刻为学长说 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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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你也当流浪狗 我也当流浪狗 你就比我厉害 又把烟雾咬回来呢 你唱薄 你不敢我敢哦 然后学长说 你知道我去几次吗 几次 我去五十次 我去了五十次 五六遍 我都觉得他好厉害 学长缺了五十次啊 五十次 然后学长说 你也不要怕 五十次也不是一般人的等级 这个老先生是神人的等级 所以呢 一般我算过 最难缠的客户 平均二十五次他会心动 他说因为你一直去一直去 他房子也卖不掉 对不对 他说你知道这老先生 怎么跟我说的吗 说什么 他说年轻人啊 说实话 我真的快被你们仲介逼疯了 所以才交出了这个委托书啊 他说 我呢就看 每天看每天看每天看 然后我就想说 有一天我就想说 好 这个年轻人是你来过最多次的 如果两天后 你还在出现 我的房子就给你卖 有看到吗 三顾茅庐不够 要五十顾茅庐才够啊 如果两天后 学长去啦 拿到委托书 yes 对 所以学长就跟他们讲了一个观念 他说 屋主越骂你 就会越爱上你 骂久了觉得 这个年轻人 真的有诚意 平均拜访 二十五次 屋主就会松动 你态度要很客气 画树要很圆滑 你不成功 不罢休 所以他说 我打败了 一百个仲介 拿到这个案子 天哪 越骂越爱你 然后骂久了就有感情了 最后就请你 帮我拖这个房子了